这两天有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有的人会这样呢 就是咱们做人最起码要讲诚信 别人帮了你 你应该感谢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是不是 什么事呢 就是我前天不是去锦州了吗 然后晚间在那个民宿 坐着的时候看手机 我的微信响了 然后看了一眼 就是好几年前认识的 一个搞旅游的 不能说是朋友吧 就跟他一起走了挺多回 然后处得挺好 他一直就姐姐的这样叫着 然后有几次呢 他人不够 他就说大姐 你能不能从那院啊 帮我张露点人 当时呢 有两次我真的给他张露点人 就是跟他一日游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并没有说特意把谁介绍给他 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不跟他走了 为什么那段时间我腰特别不好 所以做那个大课时间长了 我受不了 如果我想出去旅游 我一定坐卧铺啊 这样有机会 有时间能躺着 然后他前天晚间 在微信里边 就跟我打听了一个人 他打听这个人 当时我心里合计 他们两个会有什么事吗 然后他就问我 这个人还在不在我们院住 我说他给房子卖了 人已经搬走了 他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啊 很长时间也没有联系了 然后我说怎么了 他说姐 我是通过你认识他的 然后呢 他管我借过钱 借过钱以后啊 要了很多回 这个钱才还给他 当然不是很多 但是后来呢 他又说 能办什么什么事 所以这个搞旅游的 这个朋友呢 就托这个人给办事 结果这个事 大家你们都想不到 办了多久啊 办了四年 这件事也没办成 那你没办成 你把钱退给人家 对不对 结果事没办成 钱到现在也没退完 五千多块钱 退给人家三千 据那个搞旅游的 那个朋友说 还欠了两千多块钱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的数目 但是呢 你想 这几年 特别是疫情那三年 就是现在 各行各业 挣钱都很难 所以他跟我说 他说大姐 你知道我挣点钱多难呢 一天啊 起早贪黑的 你要说钱多吧 还不多 但是就这些钱 最起码也足够我 挣个十天半两月的 他说我就想不明白啊 本来彼此都挺相信的 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事 到现在这钱还没还完 然后呢 就左一次打电话 右一次打电话 找他 总说今天还明天还 结果一直拖到现在 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吧 真的我有点多心了 所以当时我马上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只是 带他认识了你 但是后来你们这些事 你也并没有跟我说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说 啊姐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 所有的事都我自己负责 在这之前 我又没有说 通过你打听一下 觉得他那人挺好 其实呢 人都是挺好 生活当中肯定是遇到困难了 如果不遇到困难 可能谁也不会这样 那既然你遇到困难了 人家帮助你 你是不是就应该感谢感恩呢 即使你还不上 你应该有个日期 就说到哪儿 做到哪儿 说什么时候还 就什么时候还 你这样吧 你让别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位搞旅游的朋友就说 大姐我真的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你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就是当下有些家庭啊 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因为孩子不好好工作 然后呢 有一些恶习 就造成父母 也跟着陷入到那个泥坑 东家借西家 窜的啊 所以说 遇到这样的孩子 怎么办 那你不能在外边 再去麻烦别人 再让别人 为你的不幸付出代价 是不是啊 所以朋友之间 还是邻居之间 同学之间 总而言之 我觉得 人云之间 我的人做人的原则 就是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我自己能解决的 我就自己解决 如果说我经济上有困难 我可以不买 甚至想换房子 如果我钱不行 你都别还 你说这个时候 你这家借几万 那家借几万 人家心里都没有底 你管别人借钱 我可以在这上 真的 我认为啊 每个人都不是非常情愿的借给你钱 只是碍于面子 有的是亲属关系 有的是朋友关系 怎么办 如果说不借 这么多年的交情就拉倒了 如果说借 你碰到就是不还的这样的 真的确实闹心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寡的 所以通过这件事 我真的就想给朋友们一个提示 就是宁愿一开始就不交他 也不要因为到最后 明明是他借你钱 然后呢 你还得追着他要 最后还是把他得罪了 那既然是这个结果 那我就当时就不借你有多好 是不是 所以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事 这就是我前天啊 我自己亲身遇到的这样的事 这两天我都想不明白 你说 那个人 那个人 在我感觉都不是 说得 纯心想谁骗谁的人 但是诚信 一定是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们都引以为借啊 如果自己没有这个承受能力 就不要把这个钱借出去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